有哪些可能錯誤的姿勢 也會變成金剛把柄 我們很常見就是通勤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騎車族 或者是開車族 因為我們在路上看到很多女生 開車的時候都這樣開 就是很緊張 手都在這邊 緊握 緊握 對 然後身體都 然後坐很近 對 然後頭都在前面 對 就這樣開 然後 妳這樣開車啦 對 妳開車都很緊張是不是 我開車蠻緊張的 在想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怕車碰到別人 而且我怕看不到旁邊的車 我覺得不是妳害怕 是別人會害怕 不是怕這樣啦 對啊 有思想就回頭看一下 妳跟這樣子沒關啊 就是我很怕就是沒看到前方 所以妳這樣緊靠著就來得及 可是妳也因為 褲子比較嬌小 對啊 因為她那個椅子 比較不符合她的 真的不符合 對啊 就坐墊不符合 對 很多女生如果坐墊比較低 她會這樣好像探頭 這樣子的姿勢 對 然後這樣看 久了之後 頸部這邊 肩膀這邊 還有再來就是手 手握的時候就跟我們炒菜 其實那個高度差不多 如果我們頸握 如果一直用力的話 一樣肩膀這邊 然後背部這邊都會 妳就是等於像一直在 過度收縮妳的肌肉 久了之後它就會變得比較壯 可是它是沒有力氣的壯 我們的頭 在我們的體重是8% 它一般來說 大概是5公斤 所以當妳往前仰60度之後 剛才乘以5倍 就是25公斤 當妳就一直掉著這個 這樣的話 妳後面整個肌肉 就會很緊繃 其實在我們臨床上 很多人是因為肩頸部 這邊頭部 肩頸部的痠痛 來看醫生 那這樣一直很緊繃 然後沒辦法放鬆 甚至這樣的話會壓迫到血管 會造成血壓升高 那可是這樣久而久之類 很多病人 對不對 開始長骨刺 會壓迫到神經 所以當妳肩頸痠痛 還好 等到妳開始 手麻 開始循環不好 就是沒有力氣的時候 那表示妳可能長骨刺的話 這問題就跟你越來越嚴重 然後再過來 如果你手旁邊 紅腸都其實妳這樣 掛著這個包包 其實不只是 只有妳的二頭肌會用到 妳的三角肌會用到 再過來 如果你太重的話 你會往前傾 這時候你會把它撐起來 這樣拉起來 你整個腰 那個動線又錯了 所以你本身肌肉 存在一個不對稱的狀態 所以真的如果你要拿的話 可不可以 不要說只拿一邊 兩邊 這有一個包包啊 對啊 那你說另外一邊有 對啊 或是交替杯 對 交替杯 我常常很多人都習慣說 它是只弄一邊 但是你記得 左邊 右邊輪流 那剛才主角 因為你要說那個包包 把它兩邊耳朵打開 一手一格 一邊掛 我們會說換另外一邊再掛 對 其實像煮菜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 那種鍋子的高度 你看現在很多那種 那個法式的鍋子 都這麼高 而且你發覺 它那個蓋子都很重 而且不管你是拿蓋子 還是你在那邊切菜 這兩個也是左右不對稱的運動 它是沒有辦法放過來說 你沒有辦法換左手草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其實這個難度的話 就跟你有時候 要去做這些 要把這當作一個 你要做 炒菜之前 我可以跟你講 炒菜之前 你這樣一下潘若迪的嗎 你知道那個蓋子很重嗎 你們就拿這個蓋子 那蓋子真的很重 對啊 鑄鐵鍋 那蓋子你不是一直拿著啊 你是只是放下啦 還會再拿過去啊 但是要踢起來的那個 一下而已的時間吧 你就聽王醫師講 沒那麼奇怪的 對啊 有時候那一下 可能就閃到腰 對 沒錯 真的 真的喔 真的 好 OK 那王醫師來 不想成為金剛芭比 我們要姿勢怎麼注意 其實我們最 剛剛討論很多的 就是關於脖子嘛 那脖子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收進來 因為基本上現在 大概醫學上面發現 至少95%的人 頭都是往前的 不管你是為了看書 然後寫功課 看手機各方面 你的頭是比較往前的 那所以我們只要把它收進來 收進來要多收呢 要收到就是 這邊耳朵的洞 要跟你的肩膀是對齊的 對下巴 我們家有收嗎 對下巴 打散當兵的收下巴 這樣有 像文華姐 昌明哥也OK OK喔 就是我們把它收進來 收進來 你會覺得 平常真的不是這個姿勢 平常都是這樣 怎麼可能這樣 對 那它是一個練習 比方說有時候 就是在休息的時候 譬如說看電視的時候 或者是下班回家 然後想到的時候 你把它收進來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會讓你的後面 低潔頸椎 第二潔頸椎 連接到頭顱這個地方 中醫叫風持續的這個位置 它能夠得到一些延伸 因為當我們去做很多 像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太多的弧度都彎了 我們把它拉回來之後 這邊就可以展開了 就伸展開來 所以我們要做的 就是把這邊伸展開來 對 那把它伸展開來 延展開來之後呢 我們就比較不容易 讓這邊的肌肉變得太肥厚 然後讓脖子變得太短 所以它基本上 也會改善有一些人 他比較容易頭痛啊 或者頭脹這些問題 也是一樣 我們用收下巴的方式 那這個回來之後 我們這裡比較下面 就是脖子這邊的線條 也會有機會把它延展開來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動作 那或者是潘老師 有什麼樣的好的建議運動 什麼樣 省不得Cue我對不對 省不得Cue我 你真的嗎 是輕鬆 我會有個恐懼感啊 對 沒有恐懼感 有一點緊張 一招被蛇咬十年 就怕到死 不是 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一些 比較簡單 然後又可以運用得到 平常家裡面都會有一些 平常我們用的一些毛巾對不對 對 那今天好不好 觀眾朋友你現在不要等了 去把你家裡面的毛巾去弄濕 再濕 把它扭稍微乾一點 好 讓這個毛巾 有一點重量 來 要幹什麼呢 等著看 好 來 一人兩條毛巾 對 一人兩條毛巾 對不對 難死了 這個毛巾會有點重量 對不對 很重 現在你覺得很輕鬆 因為它就是有一點重量 絕對不怎麼重對不對 對 待會兒就知道了 真的假的 越輕鬆的動作呢 越讓你會覺得累 我們剛才講了 這麼多的手臂動作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要 蝴蝶秀也不要 就亂七八糟 手臂也金剛八筆 對不對 對 來啦 跟著潘老師動起來了 好不好 你準備好了沒有 好啦 如果準備好了 很輕鬆的跟著音樂一起 輕鬆的擺動好不好 老師 音樂 please 就直接來囉 來啦 放輕鬆一點 放輕鬆一點 王醫師很好 給他兩個啞鈴 很好再一次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現在跟著這個節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 現在腳做一個前功後劍 GO 我怎麼 學校跑步一樣 很好 試試看 妳的手現在是彎的對不對 對 是不是彎的 對 給我聲音 準備了 OK 手的速度加快 兩手伸直 GO 手不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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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伸直 又要彎 我都可以 再一次 小摳 小摳 小心 小摳 有障礙 好 下一個 看我 好 交叉 交叉 交叉打開 交叉打開 我一次不要亂 再來一次 小摳 很好 我沒有那麼好吃 小摳 你走開 妳這樣我怎麼到這裡 來一次 讓水都亂甩 不要停下來 不要停下來 OK 準備 原地右手給我 右手 右手怎麼速度加快 手速度比腳速快點 再快一點 OK 1 2 3 4 換手 我都不一定不用 換手 左手再來 還是錯 最後一次 前奏後奸 兩手扳起來 手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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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跳 小摳 你回家 我一次不要哭 OK 放鬆 慢慢放鬆 有沒有感覺 手好感 很好 謝謝 好 來 接下來呢 出一個姿勢第二趴 好 看一下 用電腦就是要翹腳 另外追劇就愛躺在沙發上 還有會挺肚子走路 有 這個每個就有了 每一個都有 但是我覺得像 每個都有 像那個用電腦 你如果不翹腳的話 你腳要放哪裡 就很奇怪 因為我們家的電腦 我們家的電腦桌 比方說這是電腦桌 我的是一個董事長椅 在家裡就要放個董事長椅 在家裡那種小學生的椅子 很遜 自己的家裡面 董事長椅有靠背得了 所以老婆經過的時候 大妹 很紅的 切兩盤水果來 他就切水果來 那我們腳當然是要躺 那個董事長椅你知道嗎 他就鞋背色 然後就要把腳放上去 舒服 好舒服耶 然後就打電腦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是總裁 再來 躺在沙發上 我是 我不是說躺在沙發上 我也躺在床上 我也躺在地上 到處都躺 這真的有地方就躺 在眼光當中沒在躺 你剛剛只能躺嗎 你下禮拜躺在馬路上 不然不夠保溫這樣 不然講 沒有 就是隨身 蓋在一個枕頭 走到來就躺在那裡 我車上也躺啊 這樣子 對啊 好 來 宇柔 這三個也是都有啊 用電喔 你也會挺肚子走路 你也會 不是 我的挺肚子走路 他已經挺三次了 你忘記了嗎 那這個不一樣 沒有 但是現在會挺著肚子 其實是因為 會想要用肚子這邊支撐小孩 因為像我們家老三剛滿一歲嘛 那還在很需要 對 因為你抱著他的時候 說真的你這樣抱 你等於是單隻手在撐著他 根本撐不住 我們都是這樣子讓他坐在 跨在腰部跟骨頭 對 就是等於 那你變成是你其實身體 就是會這裡會稍微 突出來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一隻手 還要在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他正要喝奶 你可能一隻手 他正在哭的時候 你可能還在那邊弄 然後你就是讓他這樣撐著 不然這樣單隻 他就會慢慢的 嬰兒就會滑下去 對啊 不行 對 所以基本上 但是我以為用電腦翹腳 是這樣的翹耶 不是那樣的翹 OK 你個人的翹法 你怎麼翹 那我基本上 我翹腳習慣 一般坐姿的翹 只要坐下來幾乎都翹腳 我真的很糟糕耶 他骨頭應該歪得很厲害啊 對 我很... 所以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反正認識我都知道 我走路是斜的 是歪的 而且我整個人 就是... 整個人是歪的 你走... 來... 好斜的 朝一號機 直線進行啦 一邊一起 有嗎 好斜耶 你右邊的地方比較高是不是 對 就是兩邊 就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看 就是人家 奇怪 他們走路很奇怪 有點驚勻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女生走路 就已經看得出來 對 他們現在女生走路 我整個人是歪的 他們手不會自由地擺動 對啊 那種殭屍 沒有 但我意思是說 因為我整個人是 好像是斜的 我也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就是... 但是因為你已經太習慣 那個姿勢了 對 但是都是別人跟我講 他說你... 因為連我媽媽都說 你怎麼整個人都歪掉 你知道我這樣子 好 來 那小Call 其實隨時隨地 以前我都會翹腳 但是有一次我... 我發現我一翹 翹太久了 左右邊的屁股不一樣大 而且有一邊的肉會比較高 所以然後我就去告訴自己說 我有去看整骨 整骨醫生有說 我也是 我有點歪 有點側側 他叫我要改掉這個壞習慣 所以我想要改掉這個習慣 我想要讓屁股的形狀 好看一點之後 我每次只要一翹起來 我就會想到我的屁股在放下 我要翹起來 我有想到我的屁股 我會再放下 那也OK 因為有一個力量在自己你嘛 對 然後這樣子 我大概提醒了 我自己大概一年 我就把這個習慣給改掉 對 來 所以這些小新的姿勢 變成 現在再次進入了 我的屁股 我可以讓你進入了 這個地步 就是 這個地步 我可以進入了 我可以進入了 你進入了